中时新闻网报道,柯文哲遭收押后小草回归蓝绿 蔡碧如直言不太可能,时代力量今日举办第三势力新衰起落研讨会,邀请第三势力各党派到场,民众党代表则是由蔡碧如出席,针对2026第三势力是否会共同推人选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宇表示,从选后我们开始更多的对话,是为了理念议题而结合,逐步往前,过程或许也会讨论2026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这不是建立在政治分赃,而是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推动政治改革 针对2026是否蓝白和,蔡碧如表示,台湾的政治变化太快,她无法预言2026,无法讨论这么多 2026蓝白和不合,她则分析有三个状态 王婉宇指出,过去大家对第三势力有所期待,但是也有所失望 包括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滩事件,过去7月召开检讨报告 时代力量的却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让大家失望,但是大家不要把第三势力失望 而是一起协力让台湾社会更好,探讨第三势力未来该做什么 针对柯文哲事件后,时代力量是否可能延览流失的青年票 王婉宇指出,柯文哲这些事件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 大家不应该因为过去种种对第三势力失望 但这也要看我们该怎么做,能唤起大家对于第三势力的信心和期待 不是聚焦把年轻人的票抢过来 而是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看见台湾的未来是什么样 正是努力的方向,不要因为信仰一个人而对政治失望 政治更重要的是这些理念,未来会不会更好 蔡碧如受访则表示,月初王婉玉主席邀请她出席 第三势力的政党票从2016年有22% 到2024年第三势力的政党票是三分天下 经过多次大选的下来,第三势力有存在的价值 媒体追问,柯文哲事件后小草是否会回归蓝绿 蔡碧如认为,不太可能,小草这时候不表态 历年来2000年政党轮替 对两岸统独民意调查都保留对两岸维持原状 对于第三势力的选民,会认为蓝绿都已经完全执政过 都是一样的,第三势力的支持者不会回归蓝绿 而是隐性的选民 针对2026是否蓝绿和,蔡碧如表示 台湾的政治变化太快,她无法预言2026 无法讨论这么多,2026蓝绿和不合 有三个状态,柯主席案子的发展 还有民众党过去是议员政党 该走向集体领导,该如何去领导 还有小草和民众党支持者是否能接受这种状态 蔡碧如坦言,民众党形成危机处理小组 党部由事务党工维持运作 最大的能量和资产是立法院的巴西立委工房 期待这八位立委可以发光发热 再来是地方党部,是不是趁这个时间点 几风之静草春风吹又生 地方组织是否能向下扎根,向上成长 央行寄出第七拨打炒房的政策 烧向新清安,首购族出现排队等房贷和拨现象 媒体人谢寒冰表示 新清安没有钱可以带 总统赖清德要赶快想办法拆弹 否则年轻票一定大失血 谢寒冰金,21日,在中天,周末大爆挂 节目中表示,赖清德执政之路的雷一大堆 这两天一个地雷已经爆了 就是新清安,现在他等于实质上不贷款给你 因为已经超过上限,没有钱可以带 谢寒冰接着表示 昨天第七拨现代条例出来 房地产会大地震 所以台湾未来的风暴已经开始 赖清德要赶快想办法拆弹 谢寒冰指出,新清安的反扑会很大 赖清德之前还跳出来说 新清安没问题继续带,从来没有现代 他讲完之后,整个银行把门关了 球大了,一堆人房子已经买了 再拍一张